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舊版本你打開之後呢 會長得像剛剛這樣子 這樣子,那已經有人進來了,你看 有沒有,兩位外星人 還有一隻小鳥 你就按Join 好,那你就打上名字 記得這邊沒有辦法打中文,不好意思 好,這樣你看得比較清楚,老師是誰 好,那你就可以換 你的角色 那以前我放比較多角色在裡面喔 有沒有很多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喔 還有第二、第三頁,以前我放很多 我在舊版本這邊放好多東西 那你就可以這樣上頁下頁,看你要哪一個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玩,對不對 好 好吧,假設我是牛牛好了 好,來 那我的角色換一下 換好之後你就按接受 這樣我就進到這個空間 然後他問我,要不要允許 好,如果你有麥克風你就允許 有網路攝影機也可以允許 好 那我就 進來 好 來各位,你第一次進來 你看 這位 紅色 什麼同學 跑在我前面 有沒有 請問會不會看到自己 不會好不好 你是第一人稱好嗎 這個就是你的視野 你只會看到別人 跟我們CAMBA白板是一樣的道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第一次進來之後 來,請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 他說 Welcome to Hubs 首先他會 跟你講 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怎麼導覽 好 你可以用開始 也可以怎麼樣 跳過都可以 我們先試看看開始好了 你看,按一下 他就告訴你要怎麼操控 有沒有 你要移動 就是用鍵盤方向鍵 方向鍵 或者AWSD 這樣子 好,第二個 如果你要 抓 有沒有 他說 LOOK A RUN 就是Q跟E 其實這個用滑鼠 會比較方便 用滑鼠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 已經完成了 就這樣 好 所以我要前進 好,你看 我是不是就看到有些同學就站在我前面了 這樣有了解嗎 這位兔子小姐嗎 Peggy 有沒有 好 這個 對不對 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看看 就好像我們真正進到一個 展覽廠一樣 可不可以去看這些東西 可以吧 那以後呢 我們當然就希望各位 墻上 可不可以擺放你的作品 擺放你要介紹的東西 可以 好 那 這裡 當然你可以放3D模型 也可以放什麼 2D的 好 他一直在我前面 扭來扭去的 呵呵 好 我就不理他 穿牆能過 有沒有 呵呵 好 好 再見 呵呵呵 好 那 所以你有沒有感受到 如果 你在這樣的空間 可不可以一起來玩 可以嗎 而且你看 已經有同學 擺了一個照相機在這裡囉 用照相機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自己喔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我有看到牛牛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你的分身長什麼樣子 你就拿一個照相機 來各位你們看下面這裡 我先問一下 請問你們下方這裡有沒有這麼多功能 你們的有嗎 有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喔 那今天我有開放喔 如果沒有開放的話 你們是沒有那麼多功能的 好 來了 那我們 在看這些功能之前 我們先請大家 把它變成 中文的 好不好 因為舊版本只有簡體中文嘛 但是沒關係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來請各位看一下你的右下角 右下角 有沒有個叫做夢 更多 右下角這裡 你找到這個地方按一下 這裡呢 會有一個叫做preference 在右下角那個夢 你把它按一下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呢 其實他也有就是如果你 覺得那個角色你 完累了 或者這個名稱你想要改變 就來這裡改一下 也可以 那我們要的是 這個偏好設定 你把它按進去 好 你看這個 其他設定裡面 有沒有 進來這裡 語言 就來這裡 選擇 簡體 有繁體中文的 舊版現在也有的 繁體中文 這樣就變了 好你變完了 叉叉 有沒有所有都變中文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千萬不要用那個 Google翻譯的 用Google翻譯的 你反而會 怪怪的 喔 有同學 已經幫我放 這個 進來的 有沒有看到 叫他不要講話對不對 這樣會放了 來我們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你說要聊天按一下右手邊就可以聊天 你就會看到那個聊天室的內容 這樣有沒有跟我們 現場會議是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對不對 喔這個 咖啡杯同學 小鳥在找你 好那我們看這裡 來 這裡有沒有表情符號 來我請大家來這邊 幫我拍拍手 可以嗎 這樣會不會拍手了 表情符號這邊 你要愛心也可以 這裡 這樣子就看到了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喔 自己玩 有有有 這裡手很多了 原來大家都聚集在這裡 像這樣子 表情符號 你就來這邊 按一下 這樣應該大家都看到了 好 那 現在呢 我們再看一下 你看這裡有個叫放置 你先看看 放置裡面有沒有 現在都中文了嘛 你就比較容易看得懂 你看 剛剛有同學放相機 有放GIF塗檔 有沒有一個 叫畫筆 你可以來玩看 已經有同學拿出來了 太好了 你看 黑白塗鴉有沒有 你可以在地上塗 也可以在空中塗 在牆壁塗 在天花板都可以塗好嗎 你可以試看看喔 你看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 你筆到哪裡就是畫在哪裡 就畫在哪邊 那請問 筆可以換顏色嗎 有呢 我記得我這邊有講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下面 好像我 我放在另外一邊喔 我記得那個筆那個是可以換顏色的 所以你想要在這裡塗鴉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呢 你想要來這邊放GIF 有沒有很多同學在放塗檔的嘛 你們知道他從哪裡找了吧 因為這些巨幅來自哪裡 來自那個 應該是G-HUB上面的 後面還有 這是他網站上所提供的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上傳 也可以上傳 你的圖片上去 都可以 有沒有這裡叫上傳 那如果你說我們來一起來拍照囉 我們就來 放這個相機 來你看一下我把相機放一下囉 他的相機不是只能那個喔 不是只有能夠拍照 他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錄影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現在是我跟那個 兔子小姐 有沒有 我們兩個在一起 來有沒有 其他同學來這裡一起拍照吧 你看你可以選擇 拍照或是錄影 好拍照錄影 好 大眼怪 紫色大眼怪來了 還有誰 來來來 就站到後面 兔子小姐你要後退一點 呵呵 丟丟丟丟丟 這樣大家才有空間嘛 對好 我也站後退一點好了 大眼怪小姐 你擋到我了 大眼怪小姐 OK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拍照啦 好 準備啦 按下去 那倒數的幾秒鐘 其實那些都可以設定的喔 你看我們 在這邊準備了 糟糕這樣被擋住了 看到了 好 在這裡 倒數的秒數可以從這邊設定 有沒有 倒數三秒準備囉 拍照 3 2 1 笑一個 他拍完之後會把它放到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拍好了 那你點一下這一張 他拍好之後就會放到螢幕上囉 就會放到螢幕上了 有沒有 有人幫我拿過來了 你可以自己動他 這樣是不是就 拍照好了 你點進去 你可以點兩按右鍵 他就會變成 正常的 好 按右鍵就會進去裡面 那如果錄影呢 真的會動的喔 來我們來錄影一下 Video 按下去 好 現在開始錄影喔 準備囉 錄完了嗎 有了 你看 一樣他會放上去 那這個影片是可以下載下來的喔 來來來 你看 有沒有 剛剛那個杯子小姐在那邊動來動去的 我講話他 嘴巴還在動對不對 對不對 好一樣的 你點到他 按滑鼠右鍵 這個 有一個 連結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照片也是一樣 這裡有個連結 按一下 你就可以把這一段影片下載下來 你看 按右鍵 按右鍵 就可以把它另存 這段影片我們就存起來 這樣有沒有蠻特殊的 跟 以前大家在玩的這種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按滑鼠的右鍵 喔 連結 像這個是照片的 你就可以按右鍵直接把它存起來 這樣有沒有感覺你都是用分身在玩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有些人喜歡玩這種所謂的虛擬角色 原來我後面躲這麼多人 哈哈 喔 這位同學是阿飄 我一直在飄來飄去的 好 這樣有沒有稍微感受到了 那你看喔 我現在我也可以分享我的螢幕畫面喔 所以我們今天是讓大家來玩這個 來你看我分享一下 我的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分享我的相機 也可以分享我的螢幕 所以呢如果我想要跟 像我們線上課程一樣 我要分享我的螢幕給各位看 我就要按一下分享螢幕 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看起來有點熟悉 對不對 喔 就是 我們的那個Google Meet的分享的那個畫面 因此你可以在這裡 看你要哪一個分頁要分享出去 或者是我整個螢幕還是某一個視窗 比如說我要把我的簡報分享出來 我就點到他 好分享 這個時候他會跳到老師這個分頁 但是呢重點是你會看得到你看 來我把我的螢幕分享過來 好那 同學呢你要上課的就來這邊上課啦 有沒有 在這裡 像這樣子 那我的這個簡報呢 我把他拉出來外面 這裡 好 有人 又丟了一個進來 呵呵呵 好 那你看我先切換我的螢幕 有沒有發現 我在Canva的動畫 是不是就出來了 如果我在這邊 我用全螢幕的 你也會看到全螢幕的 我的簡報的內容 這樣有沒有 上面那個是我的 上面這個是我的 我再另外一個螢幕操作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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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我把他拉到另外一顆螢幕來了 好所以我在這邊操作的時候其實你就等頭 你在這裡就會看到 這樣有沒有都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體驗了嗎 好所以我們今天 一開始先讓大家來這邊先體驗看看 怎麼當客人嘛 對不對 進到裡面來 已經有人在聊天了 看一下 有人把照片傳上來了 有沒有 這個 照片跟影片 這個是生成好的 好像這樣子 這樣大家OK嗎 可以對不對 所以會不會很難 不會 基本上就是讓各位體驗一下 因為以後這種互動 只會越來越多 雖然 現在看起來 他還是相對比較陽春 我們不可否認的 這個 第一個 你要比較大的頻寬 第二個 你的 這個 整個場景 你可以用他內建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得更好 其實可以自己設計 他也有提供一個設計的介面 讓大家去使用他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讓各位呢 來看看 如果今天 自己想要怎麼樣 建置一個 行不行 這樣調節 好我先讓各位在裡面再繼續玩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看如果是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他的那個 那個內容 好不好 那你 對了 有一個補充一下 就右上角這裡 你如果想看看到底現在有多少人在裡面 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做參與人 點開 每一個人在幹嘛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的話呢 你要跟誰聊天 點到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做聊天 好那當然如果說 這位同學 來亂的 我也可以把他怎麼樣 把他 隱藏起來 或者把他踢出去 如果是管理者的話 我就可以把他踢出去 或者把他靜音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不希望看到他 如果有些人就是 我跟他看不順眼 那你就不要在虛擬世界看到他 這樣也是可以 在右手邊這裡 像這樣子 然後呢 你如果要看 現在裡面有哪些物件 因為剛剛有很多同學是都擺放一些東西進來了 但是到底哪一個在哪裡 你就按這個物件 這樣滑過去滑過去 有沒有就看到了 對不對 誰放什麼東西進來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好就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哎呦 這個笑臉放哪裡 怎麼辦 你找到他之後 請來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 月蘭 你點下去 他馬上就帶你到那裡 我看一下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裡 哇 這位同學 你放這麼多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要看哪一個 我要看這個影片 我就按一下 瀏覽 他就會帶你到這邊來 這樣你就不怕在這個虛擬空間面 迷路了 也就是說我找不到 我放的東西在哪裡 好 來給大家先玩玩看囉 好